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终于也出了世纪贪污案 而且是前香港第二大的官 前政务司司长许世仁被一审判了七年半 还关联到商人郭炳江 郭炳江也是给判了几年 判了五年 这俩人的照片可以给大家看看 许世仁 我怎么老想起黄世仁 许世仁还要退 你收的钱一千多万 要退 这个右边的这个是郭炳江 你知道这个郭炳江 你看他的发型了吗 你看他这个头发了吗 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疾病 他在法庭上要求啊 这个坐牢啊 你先看看这个牢房里头 你看下边 你看 这是郭炳江 你注意他这头发 你再看下边 这个 这是在监狱里边 你看这个记者呀 都有点狗仔队的那个居心 那么多黑人 对他故意的记者拍的 就是郭炳江在牢里走的时候啊 旁边一些好像看上去 类似黑人的那个犯人 就好像在打量着他 你知道这个记者 他是有这个暗示的啊 这种镜头 对香港记者 非常损 暗示什么 晚上你就等着看 你再看下边 小鲜肉来了 对你看香港 对你看香港的记者 怎么 这就是赤柱监狱 我跟你说 在香港住赤柱监狱最好 风景如画 你知道吗 这是我发现的 跟李嘉诚豪宅唯一 能够等亮其官的一个地方 这香港记者就这么拍 你再看下边 哎 这个 你可能认不出来 是许世仁的太太 许世仁的老婆 哎 许夫人 许夫人 我对许夫人深名大义啊 我还是感到很这个感动的 因为这个许 这个黄世仁呢 他有个喜儿 是吧 他许世仁 许世仁有一个内地情人 这个内地情人 先后做过什么 香港一间航空公司 和哪儿的航空公司的 空姐儿 哎 网上有这个照片 确实挺漂亮 现在在上海 就是许老师他们家旁边 哎 上海 对吧 上海 然后这个女孩 吃个饭 这个女孩现在特别害怕 这个女孩长得挺漂亮 她现在很害怕 因为她现在有了男朋友 哎 我觉得这哪能瞒得住呢 香港媒体的记者 跑去采访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说 哎呀 怎么能不让我男朋友 和我家人知道 这个可能吗 所以我出于怜乡惜欲啊 刚才本来他们说 要放这个女的照片 我都没让放 我自己找去 是吧 我就说这个女的 跟许世仁的关系 家辉比较了解 介绍一下 我所了解 都是听你跟我说的 在话中间讲 比香港人 更香港人 那我倒是好奇 你刚说很高兴 香港也有贪官 对对对 我先说正题啊 就是我上次节目末尾 我问家辉 我义正次言的问他 我说整天吹香港 你香港这种制度下 不也出现这个贪官吗 那我事情一定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我也一样很高兴 我高兴是说 你看到了这种官位 在香港还是这样 把你抽出来 把你抓出来 就说只要那个法制 在香港这样 真的正常的运作 可以不用牵些 什么派系斗争 这个那个 我就是把你抽出来 纯粹一个贪污的案件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 你以为不牵涉派系 要派系跟 看跟什么地方比了 有三个人在我派系 对不对 我跟你一派的 他自己一派 那里面的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 当然高兴 这表示说 至少香港的反贪 还是蛮稳定的 因为这几年 香港人特别的担心 因为那个贪污的 查的案件 报案的举报的 种种数字 统计数字 上升的很严重 好像贪污越来越严重 越普遍 可是现在又抽出 这么重要 而且他牵涉房地产 香港这几年不断说 什么地产霸权 对不对 原来背后有这样的勾结 我觉得对以后的会是好事 大家会比较警觉 他到底是什么问题 家辉听上去像连任公署发言人 对 非常政治 他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蛮可怜 在我看来蛮可怜 他这个第二把手 自己没有房子 没有房子 他工资那么高 他花钱多 买唱片 买红酒 但是他的确没有房产 那没有房产怎么呢 他去 那个 新鸿基是第二大房产 在香港 就是除了李嘉诚 他就是 郭氏家族 郭氏家族 他们就 租给他房子 是免费 是吧 就是 就是等于房子 让他住 替他付住金 替他付住金 就等于是 他白住了 住了几年吧 白住了一个地产商的一个房子 在铜锣湾那边 在跑马地边上这么一个房子 你想想你有房子多幸福啊 身为第二把手 我在想 我说要是要是中国哪一个省 哪一个省的第二把手 他说我没房子 那些地产商会怎么对他 对不对 这个早就送别墅了 而且不是一直给他 只是让他住 因此这个房租 当然了 他除了这个以外 他还问这个地产商借钱 现在的问题 最在哪里呢 最在这个钱借了以后啊 他不及时还 而且好像非常低的利息 甚至是无需借钱 债还债 但是 但这样一来 就是犯规了 利益嘛 然后呢 他有什么呢 他在讨论这个政策的时候 他就有偏帮这家地产公司的嫌疑了 因为我也是从新闻上面看 我有一个阴谋论 你说因为他没房子 人家就给他租房子什么 我觉得那是果不是阴 阴呢 是说这个人啊 我是阴谋论是说 他不会做官做的指寻年 到了这个时候 这几年 才突然去贪这个钱 我的阴谋论是说 以前坦白讲 他可能 很有可能 我是纯粹用猜车的 也有贪过 只是没有举报 或者说没有查出来 没有查等等 你不会说 一辈子这样非常清廉 到了那个老来的地步 因为什么没房子啊 什么 然后突然掺了那么大的钱 不太说 说不过去 不太寻常 为什么说没房子是果呢 因为刚刚子东老师提到说 他买唱片买什么嘛 有人说他根本是个病态购物狂 他随便请 以前啊 我很多媒体界的长辈朋友嘛 都说每一年很多高官都请他们吃饭 他说最喜欢这个许四人请客 每一次几个人吃个饭买个单 六万八万十八万 大闸蟹吃完还给你两罗送回家 红酒什么 他说这种事情只有大企业家会做 不可能高官对着媒体 所以他的媒体关系非常好的 我告诉你 我是非常幸灾乐祸 我看到他出事我蛮高兴的 因为你买不起这个 大家是 因为以前啊 因为香港的文化政策的问题 他当官的时候 我们一些文化界的朋友跟他有交过手 开过会什么 那个气焰非常嚣张 很多的香港的高官啊 就对于说文化界的事情 觉得你们靠边站 不用讲话什么 非常嚣张的 而另外一方面 我看到香港媒体啊 跟他关系很好 非常尊重他 称他回Q网 怎么讲啊 Q网有没有不通话的 这就是 就是说这个 出记者 对 典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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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 对 不光是记者 法官我看都很尊敬他 这个我那天不就讲这个 法官卖机智吗 我说他的名字有点像 我给他 他说 其实外国人起的中文名字 他是个外国人 起的名字叫 真是机智灵活那个机智 所以我是说 北京话就叫 抖机灵法官 抖机灵 抖机灵法官 我就那天讲 他这个香港这判决啊 他很有文采 他就说啊 你许世仁 当年是吧 你作为Q网 当然法官没说乔网 就是你又有口才 你又有外交手腕 那个时候 你做政务司 给香港带来一阵清新空气 原本你可以轻史流明 无奈你却 你却成为了一个 在贪婪驱使之下 你成为了一个悲剧人物 这是 是法官的判词 而且这法官 你知道 还判谁呢 判那个郭炳江 郭炳江是输送那个利益的啊 是给他租金的 对吧 好 这个 法官就讲 跟郭炳江的判决就讲 你要坐牢啊 就是说 你会从经验中吸取教训 你会明白 尽管黑暗中有痛楚 但在沉沥中会得到喜乐 我怎么觉得 这抖机灵法官有点像罗家英 向前三线型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斗机令法官还分析 就说许世仁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啊 他是为了这个因为 想要维持高尚生活的这个欲望 蒙蔽了他的双眼 这个高尚生活啊 咱们大陆人一听 以为是什么雷锋一样的生活 现在奢侈生活 跟香港人学会这词 但是他的高尚生活 我觉得嘉辉刚才说 对他可能有种病 他老婆这时候就 我觉得通过许世仁 我看出来许世仁和黄世仁 都是一样的 人性是没有国情之分的 你看这就看出是制度的不同 你看他包括许世仁的老婆 都一样的那么深名大义 我就发现中国老婆 其实当然这个 可能有些女权分子不爱听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深名大义 他怎么深名大义 你不是你刚才有的老公 嫖个娼 对吧 真正人家老婆知道 这不算什么大事 对吧 老婆这夫妻最近的 一般都选择接受 对吧 就是你我就说他 接受是原谅 就是原谅嘛 但是我就说像许世仁 这个老婆为他跑前跑后的 许世仁是有情人的 他老婆也知道 对吧 但是他老婆还是选择 有什么办法呢 反正这夫妻是同名鸟啊 大难临头人家没有各自飞啊 就还是帮着老公来 许世仁的那个上海情人 他们来往就好像 我看报道就三年 他特意他买了房子在上海 然后等到他知道自己要出事了 他就跟他断 他就说这个我要出事情了 他的太太 据报道是生了癌 cancer 据说许世仁想自杀 就是被审的时候 因为这么个高尚生活过惯了 现在做这样想自杀 但是呢 据说去报道说是 因为想到太太生涯 他还要这个 这个 等于他还觉得 他还要照顾他太太 所以就 怎么坚持 在牢里照顾 坚持坐牢 坚持坐牢 但是问题是 这些债又落到了他太太身上 那一千多万 一千八百多万 一千八百多万 这里头就有他给那个 我看他就说 这让我看到香港 这个贪污的高官 跟他的情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那这个女的在上海 然后呢 就是每次来 就是跟他密会 看来他满足 就是哎 你飞过来 飞过来呢 给这个女的安排六星级的酒店 然后哎 算大方 这一年能给七百亿十万 就这么给 一年七百亿十万 上海女孩子真是厉害 厉害 真是厉害 不多吧 七七百多万是 加辉 加辉 还不多了 加辉一般 加辉一般都给一千五 加辉眼睛 往上一看就在回忆自己花了 没错 怎么能行啊 因为我算了一下 我给我老婆多少钱 我老婆身兼两个角色 是你老婆允许你给多少钱 没有 因为不多嘛 你要考虑那个许世仁啊 他的那个身份 他是政府的第二把手 假如用那个真的不好的概念来想 用内地说法是什么 给个政策 对不对 房地产给个政策什么 他可以沾了好多的钱 所以我看见案件啊 看到什么才牵涉到几千万的房租 这个我觉得太那个水平太低了 你是跟古军山比 跟徐才厚比 我们军中他算第二三号人物吧 这个徐才厚 徐才厚 第三号 你知道徐才厚 据凤凰周刊报道啊 这徐才厚 他也有女的这个事 有个女兵 你知道吗 就是徐才厚这个钱呢 就房在一个仓库里 一顿堆积如山 那个不是 那是抄出来的 就是当年在高层圈子里 就传为一个笑话 就是说他呀 跟一个女兵有一腿 他把人家玩弄了吗 玩弄了 那么他给人家承诺的是要提干 提拔人家 结果他有一个放钱的库 就让那个女兵啊 看着 让那女的给他看着 结果呢 直到他要退 直到他都退休了 他也没有实现承诺 你知道没有给这个女兵提升 最后你知道 这女的是个山东姑娘 这女的来了一手 你知道来一手什么 这女的开了一辆面包车 把这个库里的钱 好像是个卡车 还是个面包车 我忘了 装了满满一车 开回老家去了 徐才厚 声音都不敢吭一声 你想他不能吭声 他怎么吭声 这就是厉害 叫自助餐 黑赤黑啊 这是给我们这个体会 就对女人一定要讲信用 就男人 就是你要承诺了 一个是我的体会 第一要大访 你跟男的可以小气 跟女人要大访 第二答应了的 一定要 这徐才厚 两样都做到了 大访 第二信用 我让你看这个 意思就是随便你拿 随便你拿 我家里还一吨呢 相比之下 香港那种第二把手 弹个一千万两千万 没错 还说什么世界经济中心 地位不保啊 没错 而且 寒酸 这是爆出来 我就觉得 买买唱片 红酒 一两千万 一两千万的事情 然后是怎么样 然后 他也倒霉 因为呢 据说 那些报纸的追踪报道说 这事情呢 不排除一种可能 是因为 姓郭的商人 一家的几兄弟 累斗 累斗 几个兄弟不合 那那里面可能就牵涉 他几兄弟 或者说身边的人 知道这个事情 就要互相来捅 他们这郭家三兄弟 可真都够斗的 就是你看老大是谁啊 郭炳香 郭炳香是被老太太赶出门的 也是因为一个女朋友 也是因为女朋友 哎 他们家情种啊 嗯 不是 搞乱了 有女朋友的是许世仁 不是 就是郭炳香 就是老大 他有一个女朋友 对 然后他的妈妈呢 就说就他的女朋友 不能来参与他们家的事情 然后把那个老大排除掉了 郭炳香是老二 老二坐了牢 你知道他为什么有那女朋友吗 我再给你 他更传奇了 当年张子强 绑架了李泽锯 跟李 跟李嘉诚啊 不是勒索 多少 就那个案子吗 绑架完了之后 他第二个绑的 他照着报纸的富豪榜 第二个绑的就是郭炳香 但是郭炳香呢 来了个宁死不屈 就他说给钱 就不 已经绑了 不要给钱绑了 绑了之后 就是李泽锯没遭到虐待 但是郭炳香遭到了虐待 因为给钱不痛快 结果呢 出来之后 郭炳香呢 一度就反映着精神啊 受到了摧残 就精神有点毛病 然后呢 这个女伴呢 老安慰他 安慰他 这不就安慰到一块去了吗 你知道吗 他还有这么一出 说句良心话呢 说句良心话呢 香港人都觉得几家地产公司啊 是他们这一家的房子 盖的质量比较好一点 对不对啊 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说的 就新鸿基的 差点是吗 对 新鸿基的房子 这个人 所以你看他现在 他们家出这么大的事情 股票啊 楼价什么 都还是没有跌嘛 就大家还是相信他们 是不是智力高的人 聪明的人 就是欲望强 就贪欲强 因为这是同一种生命能量 你觉得有没有这个 也爱搞女人 但是 价值观的问题 但是你说他贪欲强 我是说 他这就是消费高是对 但是你想 一个做到这么高的观的人 手里都没有个几千万上亿的财产 这怎么叫贪欲强呢 这好失败啊 这是 你没想想 你看一个做到这么高的观 一个到了五六十岁的人 而且一直在社会的顶尖混 到现在欠的也欠出来 也就是上千万的债 你说他贪欲强 马云笑了 对对对 不是马云笑了 徐才厚笑了 马家辉也笑了 马家辉也笑了 对 马家辉都不至于给七百多万那么少 是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刚才讲这个郭炳江 为什么这个发型啊 我还在看到 他跟法庭要求 就是我坐牢啊 不剃光头 为什么呢 你知道有一种病 叫小耳症 他这个 就是说这个小耳症啊 他没有耳朵眼 就是他靠这个 平常是靠这个助听器 什么来听的 但没有耳道 什么意思 没有耳道 就是他这个 所以他申请就说我要用头发 所以他头发在这个地方总是特别厚 对 我总觉得头发怪怪的 要来掩盖着 他盖住 对就像俩耳机嘛 他 没有 我想谈回许诗人 你们刚刚说他很聪明 我觉得香港文官制度 AO 他是从第一开始打转 在不同的部门训练出来 所以我所知道的 所认识的AO 文官 AO就是文官的 政务官 政务官 行政官 AV呢 AV是家里的官 密书 没有不聪明的 每一个经过这样 你不聪明早就淘汰出去了 没有不聪明的 所以到最后了 他还是看你怎么样 我们以前前一阵子 讨论过题目 够不够 奴性 够不够高 你不能有任何的 不同意政府的地方 你不能表白 OK 你都是聪明人 包括了那个许诗人等等 OK 你听不听 曾荫权话的 他很听 对啊 那就把你放在那边 听谁的话 奴性够吗 另外呢 在香港整个法制制度上面 你还是要守住你的贪恋 把它控制住 你的价值观 你很聪明啊 你会想到 比方说他是求我 点子 想到很多点子 你不一定把那些点子 都拿出来给香港政府用 你可能那些点子给曾荫权 这几个点子给地产商 对不对 他不把香港市民放在心中 所以是看这两个东西 一方面要听我的话 听以前是港督 后来是特区特守 OK 你也要守住法制这一关 香港的确是蛮严的 我看许诗人就是守不住 OK 他守住了奴性 可是守不住他的贪恋这一关 谁守住啊 但是他们那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还是香港比较平稳的 那个一个时期嘛 我总觉得曾荫权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 这种 他不像一个特别大的表现 但是是一个守城 还是一个 没有啊 记不记得董建华后来脚痛嘛 下台嘛 就曾荫权出来啊 当时大家蛮期待的 应权中兴嘛 我们希望说中兴 中兴找谁来帮他呢 许诗人 大家觉得这是最佳拍档 两个 曾荫权是谁啊 也跟他一样 文官 这整个文官 这整个文官系统 打滚了几十年 到了老大老二 这样一起来 我们那时候期待 西九龙的发展 种种的 其实你看这个香港人啊 你就真的能够明白啊 就是说将来有一天啊 有希望 中国大陆啊 也能够向香港这么连结 对对 为什么你就会看到 同样都是这帮人呢 那天我看见陈慧敏 那个14K 那个老大接受采访 讲得特别好 他这当年 不我又是警察 我又是黑社会 就是当年 你知道就在几十年前 同一波香港人 七十年代 是任何一个人都要贪的 警察们每一个 我应该说比大陆 今天还厉害 他们说是连护士 给你打个针 停车单 啪贴上来 对 你塞几十块钱过去 就把单拿掉 对 那个时候就通知 就这样做 你没经历过 我小时候经历过 消防员 我们会讲一个顺口溜 就是什么 我用广东话讲一下 有谁有谁 没谁没谁 有谁过谁 没谁散谁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有谁就有谁 有钱了 我才给你飘水 因为广东话 水就是钱 有钱我就给你放水 美水就美水 有水过水 过水就给我钱 付钱 美水我就散水 这不是讲的 北戴河那个局长吗 对 北戴河就有水没水 对对对 你讲一下 有水过水 有水有水 有水有水 没水没水 没水没水 有水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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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水 散水 散水就就人了 对 所以说香港人 当年就是这么一帮人 他说明 只要制度得法呀 人是没有天生的什么 国民性这种 是不是也很 可是说到底 我是经历过香港 有一关又过 因为当时成立反贪屋 去查 大家很怕 OK 这有一种心理什么 我干脆早晚出事了 我多贪 更坏 对 我就跑 到最后怎么样 香港的警察暴动 警察去连镇公司 是是是是 几乎是闹革命 然后呢 香港政府说 好吧 我们一刀切 这个以前的事情 既往不救 对对对 过了这一关 好吧 大家安全 心定了 守规矩 大家玩这个游戏 是 我觉得这一关 在大陆就一直有讨论 对 是这样的 不容易 就是当年香港 当时有个什么 总警司叫什么 他就是比较 算比较英明吧 就是因为当时 警察都造反了 人人都贪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然后只能说 既往不咎 以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